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坠毁 但是机上四个人下落不明 来看到画面当中就是这架小飞机在坠毁前的飞行轨机 路透报导指出飞机原定是要飞往德国的科隆 不料小飞机在偏离轨道之后就失联了 还分别在法国的巴黎 德国科隆转向 根据报导 德国丹麦瑞典都派出了战机 结果却发现小飞机驾驶舱没有人 飞机随后失速和失去高度在波罗的海坠毁 瑞典海事局前往事故现场搜救 目前找到小飞机的残骸 但是还没有发现任何的生还者或者是遗体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今天起身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 勘察加半岛以及海森威参加经济论坛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走向多极世界之路 俄国经济发展现在已经转向东方战略 主要的对象就是包括了中国大陆在内的亚洲国家 像是大陆和印度不跟进欧美对俄制裁 如今也成了俄国能源的最佳顾客 东方2022军演正在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丁同样将前往远东地区 先赴勘察加半岛参加青年论坛 再前往海森威参加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 东方经济论坛将从9月5号进行到9号为期四天 是俄罗斯与全球投资界建立联系的重要平台 普丁预计于7号时发表演说 而今年论坛的主题为走向多极世界之路 6月时的圣彼得报经济论坛 普丁以攻击欧美制裁为发言主轴 火力全开抨击由西方主导的单极世界 已经走向终点 普丁指出欧美势力渐渐是为 而亚洲和中国大陆将会是新的世界发展中心 面对西方制裁普丁反其道而行往东边推进 大陆和印度如今成了俄国能源最佳顾客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表示 2022年8月为止 俄罗斯向大陆供应的天然气量 比2021年增加了六成 让欧盟呼吁中印两国跟进实施 二有价格限制 对制裁成效不张 欧洲自己更饱受通膨之苦 英国迎来四十年最严重通膨 德国甚至可能面临冬季煤电可用的困境 西方原本胸有成竹的经济闪电战 看来已经持了败仗 记者蔡清晨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9月1号 在黄金时段在费城发表演说 不过由于距离其中选举太接近 加上他的演说内容太过于政治化 让美国四大新闻台都制播 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 拜登在第二天9月2号 记者提问川普的支持者 是不是美国的国安威胁 来听听看拜登怎么说 听到拜登的回答 他说他不认为川普支持者是国家威胁 主要是因为他在一号的演说 被华盛顿邮报抨击太过于偏颇 更指拜登的演说没有团结国家 事实上媒体也指出 美国总统很少在电视的黄金时段 发表演说 除非是发生国家级的灾难 同时又因为距离其中选举 只剩下两个月 部分新闻台就认为拜登的演说 本质偏向太过于政治化了 因此美国有四大新闻台 都没有连线实况转播拜登的演说 能源和通膨危机横扫全球 英国电价飞涨的速度更是惊人 有学校估算新年度的电费 居然要3800万的台币 暴涨了四倍多 现在民众为了要省钱 有人一天只吃一餐 甚至不再买新鲜水果 改用罐头水果代替 到餐厅想要美食 现在对英国民众来说 成了一种奢侈 英国政府宣布10月起 要调涨能源费用八成 每户平均一年要缴12万台币 是一年前的三倍 迫使民众不得不缩一节食 有人一天只吃一餐 转吃罐头水果 还有减少孩子的课外活动 能源费用高涨 当时的英国美食家制造商中就有六家面临倒闭的风险 也有业者孤帅每年的账单费用 从25万英镑大约880万台币飙升至3800万台币 涨幅超过了四倍 集团高温也导致能源需求暴增 美国加州今年遭逢1200年来最严重的汉情 像这知名的景点死亡谷国家公园就侦测到摄氏53度 成为全球史上最热的9月 就怕加州电网崩溃 加州议会以31票赞成 以票反对通过将该州仅存的恶魔山谷核电厂 研绎运作到2030年 要在极端干旱以及高温下度过缺点的危机 俄乌战争衍生出来的能源危机 也逐渐在欧洲社会发酵 捷克首都布拉格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约有7万人走上街头 呼吁执政联盟采取更多措施控制飙升的能源价格 德国政府也同意一项650亿欧元 建2兆台币的纾困计划 以舒缓能源价格飙涨带来的生活压力 记者组合报道 英国保守党魁最终选举 在台湾时间今晚7点半就会揭晓结果 获胜者将会直接担任新任的首相 而候选人之一的外交大臣特拉斯 过去多次发表抗中的言论 但是最新的民调显示 只有12%的英国人认为 他担任首相会有优异的表现 特拉斯今年47岁 因为个人色彩鲜明 被视为柴切尔夫人的一国传人 他1996年时加入保守党 2016年担任司法大臣兼大法官 是英国史上首位女大法官 2019时担任国际贸易大臣 2021年获得强生提拔 担任外交大臣 上任后便多次表明对俄国和大陆的强硬态度 不过民调显示英国民众对于特拉斯执政感到悲观 只有12%的英国人认为特拉斯会是优秀领导者 而超过一半人认为他会让人失望 在外界评论英国面临财切尔夫人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之际 多数英国人却认为特拉斯的表现将会比财切尔夫人 以这样的首相都还更差 特拉斯是有名的抗中鹰派 他直接表态会将大陆视为国家安全威胁 而大陆评论批评 特拉斯大肆渲染大陆威胁 来转移大众对国内议题的注意力 这样的做法恐怕只会曝露出政府无能治国而已 记者刘嘉宇报道 现在大家每天外出必备的口罩 在南韩人是平均每2.3天就要戴一片口罩 等于是每天就要丢掉2000万片 由于一片口罩要450年才能够完全分解 因此对环境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而另外在大陆的疫情也是遍地开花 最近有103座城市报告疫情 创下了2020年初以来的最高记录 戴口罩已成为民众的日常南韩人 平均每2.3天就戴一片口罩 等于是每天就会丢弃2000万片口罩 但由于口罩的主要成分是聚丙席制成 埋在土里得要花450年才会分解 对环境可说是一大冲击 而南韩第一支国产疫苗SK疫苗 从5号开始 开放18岁以上成年人接种 40代疫苗则最快可在10月引进 另外在大陆疫情遍地开花 四川成都持续封城三天 目前至少33座城市在封控 影响超过6500万人 大陆近期有103座城市报告疫情 创下2020年初以来的最高记录 有人封控在家竟然无聊到 从四楼阳台钓起位于一楼景观池里的鱼 四川还有民众拍下一个屋子里挤了24人 有人睡地板 有人睡沙发 一个房间就睡了10个人 民众表示原本是和家人去妹妹家庆生 没想到小区被封控 每天24口人同吃同住 虽说有点拥挤 但也蛮幸福的 发现阳性确诊后 一次性奖励2000元 辽宁大连有社区祭出高额奖励 只要确诊就可以得到9000台币 目的是为了鼓励大家主动报备 大陆康星诺公司研发全球首款西路市新冠疫苗 在大陆获批作为加强针 纳路紧急使用 姿势像是在喝奶茶一样 用物化器将疫苗物化成为小颗粒 通过口腔吸入完成接种 欧洲药品管理局指出 冬季可能会出现全新变种病毒 但现有疫苗人可以预防重症害死亡 民众不需要等待 针对特定变异株的次世代疫苗 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本土疫情 BA.5的疫情持续攀升 今天新增了本土23931个人 进入了新一波的流行期 上周的基因定势也出炉 出现国内首例先染上BA.2病毒之后 又染上BA.4的重复感染个案 可这好消息是 BA.1以及人史株的双架次世代疫苗 确定本月就会开打 整体的综合效价 也是比原本的疫苗还要高出1.7倍 BA.5疫情持续攀升 指挥中心5号宣布 本土新增23931例 死亡31例 中重症101例 死亡个案当中 有一名40多岁女性 打满3G疫苗 快筛阳性之后来不及视讯确诊 隔天就昏迷死亡 另外新增一例1岁儿童 MIS-C个案 幸好已经康复出院 上周基因定势结果出炉 BA.5个案减出率将近四成 跟上周差不多 但是出现国内首例 先染上BA.2病毒之后 隔两个月又再染上 BA.4的重复感染个案 还是会有重复感染的情形发生 不过曾经确诊过的人 大概是从来没有确诊过的人 大概会降八成 不过美国最新研究 再次感染会使六个月内 死亡风险增加114% 因应BA.5这一波新的疫情 含BA.1跟原始竹的次世代 双架疫苗确定在本月开打 中和抗体的效价的比例 大概将近1.7倍 防范住院或者说防范重症的 以及防范死亡 还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双架BA.1疫苗 对原始竹抗体效价提高1.68倍 对未曾感染相关病毒者 则是高出1.69倍 但医师黄轩市井 BA.5缩短成只有两天 大概中位数都还是在三天左右 跟先前的BA.1 BA.2比起来 并没有明显的一个缩短 9月12号开始 恢复美加 纽澳及欧洲 还有邦交国国民入境免签证 但入境必须接受唾液筛检 检疫天数维持3加4 但医师黄轩提醒 不要跟四类人烤肉 分别是不特定人士 没有接种疫苗的高危险族群 指挥中心也再次提醒 以及疫苗都没有打的人 以及年长者还有婴幼儿 最好不要参加烤肉等聚会 记者诚实列王一仲台北报道 BA.5的疫情恐怕在台湾大爆发 指挥中心却指出 因为美国没有外销BA.5疫苗 所以现在BA.1的次世代双加疫苗 能用先用 专家炮轰这根本就是叫百姓 拿报纸来挡暴风雨 蔡政府连高端都挺 美国通过的BA.5疫苗 怎么不敢给EUA呢 BA.5的疫情即将在台湾大爆发 指挥中心买的确实 BA.1的次世代疫苗 还说有伞先撑着就好 再挡怒轰这根本是不同病毒株 你是拿报纸来折头 到底打BA.5和BA.1的疫苗差在哪里 张尚淳分析BA.5疫苗动物实验发现 有点可以大量减少肺部的新冠病毒 但缺乏临床实验 而BA.1的疫苗虽然中和抗体高 但却没有对抗BA.5的临床数据 美国这周会开打BA.5次世代疫苗 为何台湾不敢打 我们都还没有接到这两家公司的 关于BA.5加上原始株的 这个次世代双加疫苗的相关资料 老美CDC上周开会是13票对1票 通过使用这个疫苗 民进党认为老美的命这么不值钱吗 那为什么不能去跟美国买呢 我们跟美国关系这么好 网友炸锅批评高端连二级都没解盲 你就叫全民去打 美国做完动物实验 你说不能打标准真高 也有人质疑该不会一觉醒来 高端突然说自己的疫苗可以对付BA.5 一切都是在为高端铺路 最近又有一个高端 什么次世代疫苗第一期 什么有保护力 这样的一个新闻搞出来 那请问下次到底在干什么呢 实际上BNT也有 你为什么不去买 等到再去买一批高端来呢 整个政府拿人民的生命做赌注 不少专家呼吁抵抗力不够的人 快打疫苗 别再苦等BA.5疫苗 蔡政府疫苗的落后部署 全民得共同承担结果 记者张正名 旭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选战焦点来关心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事人林佳龙 在昨天出席新北市 嘉义同乡会的中秋晚会 而且还协同市议员参事人 在台上高喊冻蒜 没有想到直接被同乡会的 理事长泼冷水 场面一度尴尬 不过林佳龙请跑同乡会 也颇有拔装的意味 针对新北市长侯友宜的 五股垃圾山整治 林佳龙也算 如果只是拆违建的话 一般警察就能做 而对此侯友宜则是回籍 想要当新北市长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心 他也会全力做事 台上排排站 新北市长参事人林佳龙 率领议员参事人 参加新北市嘉义同乡会的 连环晚会 却发生尴尬插曲 林佳龙 林佳龙 佳龙 刚才不好意思 我代表董同乡会 都没说冻蒜 带头喊冻蒜 却当场被制止 场面实在太尴尬 只好改口喊加油 台下乡亲还说要支持嘉义人 言下之意就是力挺新北市长侯友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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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龙不放弃 继续请跑各区同乡会 而先前曾被外界认为 被侯友宜扒装成功的 宜蘭同乡会理事长陈燕飞 更是同台力挺 驳斥扒装说法 我扁来就挺他了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说我在店是他们乱写 什么拔装成功 拿口香墙不翻面会 烤焦比喻新北市长该换人当 林佳龙再打五股垃圾山 瞄准侯友宜改变了勇气 新书发表会 更大酸拆违剑 一般警察也能做 不要只是好像雷利风行 去拆违剑 这个是一般警察会做 但是我就一个市长 他应该有个高度来做产业园区 所以新北的市长 一定要有心 更要有力 更拿出高的态度 潜力的做事 我们今天不仅为新北做事 也为北台湾做事 更要创造台湾的奇迹 所以其实面对所有的挑战 跟困难 我们一定把我们这个 所有的责任 有心有力的把事情做好 强调想当新北市长 一定要拿出态度做事 似乎也在暗酸对手林佳龙 侯友宜拼连任一千零一招 还是定调用市政争取选民认同 记者彭宜德 蔡平鸿 新北三文报道 台南杀警案两名殉职援警 举行公计 不过各界质疑凶贤 会不会和过去一样 就算被判死刑 政府又不执行呢 因为总统蔡英文日前 被问到废死的议题 她说如果社会安全对话 无需以严厉的刑罚来贺阻罪犯 网友一听就大炸过 炮轰蔡政府就是故意不执行死刑 根本是实质废死 究竟要拿什么脸去 面对死者家属 台南杀警案震撼社会 两名殉职援警 五号举行公计 五百名援警送刑 场面哀期 总蔡英文颁赠包扬令 但奉猝的是杀警的凶贤 是不是就算被判死刑 也不会执行 因为蔡英文最近被问到 废死议题是这样回应 言下之意就是不该有死刑 过去三起杀警判死案 法务部打死不执行 难道是故意 网友大炸锅 偷骂就算残忍 杀害一票人也不会死就对了 蔡政府就是故意不执行死刑 连修法都不用 就实质废死了 果然真面目露出来了 这不是英皇 什么才是英皇 法官判刑都没用就对了 你说了算 你拿什么脸去面对死者家属 就只是颁发包扬令来骗鬼吗 你蔡英文如果觉得说 只要社会制度好 伤人犯的因素很多 那就废死嘛 你不废保留死刑在那边 判了检刑官不执行 那你不是这是轻蔑法律吗 你可以这样做吗 你两面讨好 法不可以定在那里不执行 不然你修法 法律应该为人民所共同遵守 如果要废掉这个法 不然就废掉 死刑如果要废掉 那你要配套措施啊 援警死了内政部长才说 可以大胆用枪 但蓝军踢爆 警线使用条例修法 早就搁置了两年 民进党帮阿扁除罪 都可以快速修法 为何没帮警察 非常典型的政策杀人 再怎么难看的事情都敢做 他在国会里面 有什么能不通过的吗 如果民进党想要通过的话 怎么可能摆了两年呢 蔡英文总统现在出了事之后 又说要加速通过警线条例 这不过是应付了事而已 今天援警公计 政府是不是明天就忘记 蔡政府藐视法律不执行 不知选民是不是也会忘记 记者余盛琴林佩杰 三聚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前联电董事长曹新成 日前在记者会上面 公然侮辱中天以及记者 中天在今天大动作 前往北检案林 提告妨害民欲 要向曹新成求偿 五亿的教育基金 名嘴就指出记者的提问 是打中了曹新成的要害 他才恼羞成怒 这是损害了新闻采访自由 全民都应该当作公敌 前联电董事长曹新成 在国际记者会上 嘲讽大陆的清零政策很愚蠢 中天记者顺势提问 陈日中也搞过动态清零 没想到曹新成突然恼羞成怒 羞辱中天和记者 中天大动作提告妨碍民欲 要向曹新成求偿武艺 对我们的记者造成了公然的侮辱 对于中天也有造成毁谤的事实 对他提起告出的方式 赢得我们该有的正义 以及我们该有的尊重 我在提问当中 我并没有讲到任何一句 侮辱性的话 一听到中天 然后就用这种情绪性的话 来攻击我们 媒体的提问权 媒体的第四权 就应该被这样践踏吗 决定站出来 透过司法来捍卫自己的人格 而曹新成也发声明回击 说媒体告个人是荒唐至极 中天此举显然是诬告 将会反告 要求中天赔偿50亿 这个实质问题是打到你曹新成要害 曹新成展现那种霸气 霸凌台湾的媒体界 不用告 全民都应该起来帮个公敌 这个是损害台湾的新闻自由 采访自由 对于记者的最大侮辱 你今天赶开记者会 难道你怎么样 都要硬撑虫 都要派你马屁了 践踏媒体采访自由 曹新成做了最坏示范 记者综合报道 大新闻现场 空心菜 高丽菜 每一样菜都有名字 可是有菜商就贴出了一张报价单 上面就写着人人一条 这人人两个字到底是什么蔬菜呢 网友猜半天都猜不出来 还有人说是丝瓜还是鱼吗 可是通通都答错了 内行的长辈苗解答 这个是日文发音 所以答案到底是什么 菜市场里高丽菜 空心菜 青菜每个都叫得出名字 但有菜犯贴出这一张 报价单上面写着青菜三把 人人一条 人人是什么 用台语念 狼狼也猜不出来 通往询问网友笑说 人人被卖掉了吗 还是人人等于肉肉 狼狼 狼狼是什么 苦瓜吗 丝瓜 人人一条 鱼还是 不是丝瓜也不是鱼 通通答错 问问内行的长辈答案揭晓 用台语念 人人台语念成灵灵就是红萝卜 台语叫它 老一辈用日语念就是灵灵 因为红萝卜三个字笔话多 菜双才会干脆用代号 一条人人的估价单让网友跨模 老一辈的说法让人恍然大悟 原来语文俗称这么有趣 记者金线中令之会 高雄报道 大货车开上国道之前 要到地棒站来乘重量 但是高雄有一间地棒站的业者 居然是找来了比基尼辣妹来服务 让司机们的眼睛大吃冰淇淋 就有司机拍下影片po网说 现在的竞争有这么激烈吗 可是有一些现场直级的司机 看到辣妹笑呵呵非常的害羞 他就怕被老婆骂 后来一看才发现 原来这个是业者要多角化经营 不只是地棒站 还要辣妹帮忙推销商品跟进行代购 大货车来到地棒站打开门 还以为走错地方 怎么是蓝色比基尼辣妹来接待 笑到冻不掉 大哥你有笑哦 你一直在那里笑哦 辣妹轻声细语让粗犷的大货车司机 突然腼腆起来 另一名辣妹穿白色比基尼还批薄纱 司机们本来赶时间送货 也忍不住来多聊几句 坐着来 坐着来 都有人 妹妹比较重要 对啊 也是可以看看 眼睛吃冰淇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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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淇淋 想考大车了 这是大车专属福利 还有的说地方站竞争这么激烈吗 天气太冷没有啦 吸睛了 就是消除司机的提到驾驶 其实这是地方站业者促销活动 推出代购商品 代脚罚单 代季收件Apps 什么都能买多脚花经营 这个地方有40年的 差不多 差不多 老字号地方站跟着时代进化 兼职类行动便利商店 找来比基尼辣妹当看板人物 希望生意可以抢抢滚 记者杨树王书宏高雄报道 在高雄开店 到底要取什么名字 能够保证赚钱呢 有粉丝团就推荐 要用大王两个字就对了 因为高雄有超多间的大王 像是木瓜牛奶大王 裤子大王 绿豆大王 书包大王等等 吃喝的用品通通都有 而且不少都是老店 业者则是说 叫大王非常的接地气 虽然听起来怂口伍来 但是很容易被客人记住 松软红豆 绿豆 再淋上牛奶 吃起来香甜浓郁 高雄老字号绿豆大王 夏天生意好不好不行 还有这间牛奶大王 客人不断上门 另外这间混沌大王 用餐时间总是急迈人 发现了吗 他们有共同特征 店名都有大王两个字 有粉专整理 高雄好多店都叫大王 其他还有像是 书包大王 裤子大王 羊肉大王 肉包大王 豆浆大王 粉条大王 排骨大王 吃穿用通通都有 起床大王两个字 他自己一定很有信心 那个选择性会比较多 我想我那里面吃看看 高雄店名很多大王 立刻在网络引爆话题 网友说这是销售密码吗 各种大王 有的网友发现 类似店名老市区特别多 台南则是阿跟吴明常看到 难道在高雄要稳赚 真的非有大王不可吗 通常都是坐蛮久的老店 重点就是品质的 店名叫大王虽然怂格武浪 但是好念接力气 让人一次就记住 但业者强调品质最重要 客人愿意常常上门 这些大王们生意才能 长长久久 记者刘世哲王书红高雄报道 大卖场最近推出了 一辆健身车 标榜是意大利制造 主打碳纤维的车体等 高级材料制成 除了外形非常的特殊 还有另一点 更是新以民众为观 就是这一台健身车 居然是要价将近 37万元的新台币 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 他们就笑说 买下去一定会瘦 为什么呢 因为没钱吃饭 意大利的顶级飞轮 在家里也可以吃艺术品 也可以吃健身器材 大卖场里这台白色大圆圈 竟然是一台脚踏健身车 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健身车 吸引大批民众好奇为观 更令人吓傻的是 这台健身车竟然要价 新台币36万8999元 36万喔 应该不会想买吧 我觉得太贵了 比较不能接受 主打由意大利制造碳纤维车体 赛车专用的坐垫 甚至还支援蓝牙功能 时刻监控运动时的身体状况 不但标榜科技感 更宣称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 但是网友可不买单 有人开玩笑地说 这台买下去就会瘦了 因为没钱吃饭 也有人说还没开始运动 荷包就先瘦了 即将成为最贵的晒衣价 还有网友更是精打细算 算出这台价格 健身房至少可以去个15年 实际查询购物网站上的售价 更是高达新台币42万元 换算下来至少可以买到 73辆自行车 或是4辆125cc的重型机车 更可以买到一辆二手的国产车 十万就差不多 十几万差不多吧 情愿跑步机 我不要这个 同样健身车 一般市售大约一辆4000元油爪 另外也能进行 有氧运动的跑步机 一台也才8000元 两者都不用万元就可以购入 不过现场的销售人员表示 将近37万的健身车 愿意买单的还是大有人在 只是这个价格值不值得 真的就见仁见智 记者综合报道 大热天的时候 有人喜欢把冰块都含在嘴里 或者是加到饮料当中 享受清凉 可是有一位女网友就表示 她用过滤水煮沸之后 冷却再把它冰起来 可是冰块吃起来 怎么都苦苦的呢 有时候还会苦到 都让它受不了 可是现在为什么冰块会变苦 专家就解答 变苦的冰块是吸饱了腐败食物的异味 所以千万不要吃 但是只要简单做一个动作 就能够圆满解决这个问题 一大勺冰块加入茶饮 民众家中绝大部分的冰箱 都能制作冰块 再剩下提供畅快的清凉感 但在网路上有一位人气po文 说家里冰块吃起来变得好苦 还马上引来网友颇有同感的回应 不止苦苦的 还有一点唯次的感觉 但为什么冰块会变苦呢 难道是被人下了毒 化学老师说 这跟冰块食物散发出的 有机微粒有关 那有机化合物的微粒 会造成我们的嗅姐的感知 所以表面有吸附作用 会把这些小分子吸收在表面 那慢慢的结成冰块 家事达人陈映如表示 冰块其实很敏感 当尝起来变苦或有异味的时候 表示冰箱里有食物坏掉了 这些异味的来源 主要是肉品海鲜等食物的血水 或是食物腐败所导致 如果怕清冰箱太麻烦 专家也教一招快速除菌脱臭法 说穿了不稀奇 就是脱膜加钙隔绝细菌 用一个干净的保鲜盒 那同时每次取用的时候 就拿一个干净的汤匙去咬它 不过专家还是提醒 冰箱食物最好每个礼拜都检视一次 有腐败过期的食物就要丢弃 否则即使没有吃下遭污染的冰块 也会把其他不洁的食物给吃下肚 记者陈时恋王一仲台北报导 现在吃烤肉得要小心会掉头发了 因为烤肉食材有非常多都是高油 高盐高糖分以及加工的食品 长期吃下来居然可能会引发掉法的危机 而烤肉时很多人都习惯狂翻面 常常被制止说会流失肉汁 但是没有想到实验发现 越长翻面反而能够缩短烤熟的时间 而香肠也是许多人的最爱 毒物科就建议最好先在香肠的表面上面戳动 或者是划刀 水煮之后再烤 不只能够去油 还能够去除亚硝酸盐 降低致癌的成分 好 我们在烤肉的时候 真的要特别注意 把一些食材预先处理之后 就能够越烤 能够吃得更加的健康 接着我们要来看到 在台南老店阿唐咸州 不到一年就连续两掌 招牌的湿木鱼肚粥 以及湿木鱼皮粥 是从180元涨到了260元 而且还不会主动开发票 让不少消费者都难以接受 但是老板直言表示就是没有差 他们也找了 我们也是找了台北两家 四颗星以上平等的湿木鱼咸州名店 业者就透露出 一碗的成本大概就在110到130元 以台北这么贵的店租和成本 连台北的老师傅都觉得 台南阿唐咸州真的贵得太夸张 湿木鱼肚粥配上鱼酥 而台南知名老店阿唐咸州 因为是民店 原本价格就比同业贵 这一年内连两掌 招牌湿木鱼肚粥 湿木鱼皮粥 从180元涨到260元涨幅 逼近五成 以引起网友猛刷一颗新评价 留言态度有够差 还疯狂涨价 用料价格是在骗观光客的雷电 有桃园市前议员看不下去 在脸书发文 想多赚可以但请不要用骗的 这次张价挺不下去了 也有不少网友爆料 业者不会主动给发票 要跟店家索取才给 恐怕有逃漏税的嫌疑 看看天龙国的台北 找了两家类似阿唐咸州的其他店家 网络评价都有四点多颗心 一家位在中山区 湿木鱼渡州130元 鱼皮粥90元 只在六月小调涨5到10元 业者透露湿木鱼渡成本约90到100元 湿木鱼皮成本50元 一晚湿木鱼渡州成本约落在 110到130元 我觉得不太合理吧 傻眼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以卖那么贵 另外这间位在台北市信义区 光电租一个月就要10万元 鱼渡俄州卖170元 鱼皮粥65元 成本也尽量自行吸收 能维持就维持 阿唐咸州卖的价格 远远高于北部店家 这一涨其他业者看了傻眼 观光客甚至台南本地的劳客人 恐怕都会因此却步 记者赖冠章 台南台北报道 上班族久坐不运动 容易脂肪堆积 肚子上会长出厚厚的游泳圈 不只影响到健康 研究更指出将会提高 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更恐怖的是腰围越宽 大脑的含量就会越少 因为肥胖会导致身体慢性发炎 心血管疾病 损伤的大脑细胞也不容易修复 就会慢慢萎缩 一顾喜剧天王 罗宾威廉斯生前饱受失智症缩酷 63岁就离开人世 英国最新研究发现 小腹突出竟然跟失智症有关系 好恐怖喔 中年男子肚子上长出游泳圈 还有上班族久坐 脂肪堆积小腹突出 久了身体一定会出现问题 医师说肥胖伴随三高 心血管疾病 身体容易慢性发炎 这些都会增加罹患 失智症风险 这个综合起来叫代谢症候群 那最近有发现对老人家 会有一些失智的风险会比较高 还有腰围越宽的人 大脑容量就越少 这是真的吗 过去都一直觉得他可能有慢性发炎的问题 血管功能不好造成脑部有一些损伤 当然北胖不是造成失智症的唯一因素 但绝对息息相关 根本解决方法就是控制饮食多运动 体重下降腰围也小了绝对好处多多 记者讯文李云杰台中报道 回大新闻现场 香港有小学在开学日推行校道理 小学生集体向家长下跪奉茶 锤背以及剪指甲等等 学校以及家长认为可以宣扬传统的校道 但是有不少的网友就认为 这个是文明大倒退 而香港教育部门强调爱国教育等 上学年有2万多学生移民 也有4000名教师离职 香港一家小学在开学日推校道理 学生们向家长下跪奉茶 还有锤背剪指甲等体验及学习孝敬父母 学校指校道是学年主题 也会读孝经 以及让学生体验妈妈怀孕的辛劳 分享孝信及孝顺的经典故事 网民的反应比较两极 有人支持 但也有人认为是文明大倒退 孝顺不一定要下跪 也有人说不敢被剪指甲 学校脸书删除了全部留言 香港教育部门这几年 都强调国安以及国民教育 加长了升级礼的训练等 上学期中小学流失了25000学生 大部分是移民 也有4000教师离职 关于公民教育的操作 未必得到很多或者大部分 香港中产家庭的认可 有教师认为现在红线太多 学生及家长甚至投诉老师 在社交媒体的留言 以上是祝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导 最近迎来开学季 小孩子进到幼儿园上学 有的人不习惯 在教师大哭要妈妈 不过旁边的同学表情 非常的抢眼 一副嫌弃的模样 是笑翻了一票网友 还有小男童第一天上学之后 回家的心得居然是说 班上的女同学太少了 妈妈听到之后哭笑不得 小男孩第一天上学回家 心得竟是女孩子太少 妈妈听到后哭笑不得 这儿子是去学习还是看女生 不过湖南这位小男孩 幼儿园开学第二天 哭得死去活来 同学看傻眼 旁边两位男同学表情超强眼 一个名嘴看着前方 满脸无奈简直无言以对 画面最左边的白衣男孩 更是满脸嫌弃 嘴角一边微微上扬 还皱眉头 网友笑称要是儿子哭成这样 人会不会以为我死了 还有萌娃第一天上学 盯着全家福照片 突然悲从中来 小朋友不想上学 花招百出 你为什么不上幼儿园呢 我还这么小 有多小啊 有多小 妈妈你跟老师说 你家说 嗯嗯 你不想上幼儿园 还有小朋友异象天开 希望不要天黑 我不要天黑 为什么 小朋友卖萌又耍赖 就是不想上学 爸妈哭笑不得 笑翻网友 记者历琴陈正茂报道 阿根廷有一名男童和家人 日前不小心在街上走散了 正当这名男童手足无措的时候 街上的群众健壮 立即一起用拍手和唱歌 这样的特殊的方式 来协助这名男童 让男童顺利和家人团聚 整个过程也感动了千万名的网友 一名男子肩膀上坐着一个小男童 镜头拉近一看 小男童不断地哭泣 用衣服擦拭眼泪 原来男童与爸爸在阿根廷的 布宜诺斯艾利斯广场上走散 正当他手足无措时 一名男子伸出援手帮忙 现场人群中身高最高的男子 让男童坐在他的肩膀上 走到广场中央 试图让家长注意到 接下来一方的民众帮忙拍手 街头乐团更是演奏起来 主唱带领着围观的群众 开始唱歌 用旋律唱出男童爸爸的名字 不到一分钟之后 关成功吸引爸爸的注意现身 男童一看的爸爸 立刻破体微笑飞奔上前 特殊的寻亲方式 感动了全球上千万的网友 大家直呼看了觉得可爱又温馨 事实上这可是当地常见 协助走失儿童的方式 过去有孩子在海边走丢 也是靠着拍手找到家人 巴西有男童跟母亲去沙滩玩耍时走散了 附近游客得知消息之后 开始联合大家一起鼓掌 一下子就找到男童的母亲 这个方法出席的有效 并且鼓励孩子主动寻求帮忙 而不是自己到处的游荡乱跑 记者组合不倒 美国有一名男子前往拉斯维加斯度假的时候 居然巧遇到自己的分身 两个人不只撞脸就连眼镜 鸭舌帽的款式都雷同 而且还同时在泳池内泡水 旁边的路人经过都忍不住 看向他们两个人 当时男子笑说根本就像是在照镜子 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度假期间 在泳池里泡水放空 没想到竟然遇到自己的分身 画面上两名男子小眼睛 眯成一直线 脸上留着一大片烙腮糊 从眉毛鼻子到嘴巴全都如出一侧 只有脸型出现微小差异 而且还不止撞脸 连身上的眼镜压舌帽款式都相当雷同 相似度直逼百分之九十九 但这两人竟然是陌生人 两人合照上传网路 吸引近十万网友真相朝圣 不敢相信两人没有血缘关系 还有人惊呼连眼镜都戴同款式 才是最疯狂的 不过没有血缘关系 却长得一模一样的例子可不少 加拿大就有位摄影师 发现自己长得很像痘痘先生 因此受到启发 他从网路上找出32对 长相雷同的陌生人 为他们拍下合照 每一对都有惊人的相似度 这些照片更引来 遗传学家投入研究 检视32对组合的基因 研究结果显示 长相类似的人 可能有更多共同基因 或相似的DNA序列 记者综合报道 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到加拿大计划 要新建地表最快速的交通工具 就是这一款全电动的 超回路磁服列车 时速将会高达1000公里 比飞机还要快 而且票价也更便宜 预计2027年就会展开 第一阶段的工程 2035年前会开通 人类科技不断挑战 极限速度 加拿大一间公司 发布一项全电动 超回路列车计划 这款磁服列车 可以在真空管道内 以每小时1000公里的 速度行驶 比时速900公里的飞机 还要快 等于约20分钟 就能从台北到高雄 而且票价将低于机票 乘客会赚44% 比较低于飞机航 同样的路 也会帮助到 CO2的消耗 每一列超回路磁服列车 可以运输54名旅客 和10顿货物 第一阶段工程 预计2027年展开 连接卡加利和爱德蒙顿 两座城市 2035年以前 就能运载第一批旅客 美国 澳洲和阿拉伯 联合大公国也考虑引进 而说到目前 全球速度最快的 地面交通工具 就不能不提大陆的 高速磁服列车 它是世界上第一个 设计时速达到600公里的 高速磁服系统 大陆国产高速磁服列车 从北京到上海 只需要2.5小时 比飞机还要快2小时 只要克服最小的空气阻力 就能发挥速度优势 贴地飞行 是近未来最快速便捷的 交通工事 记者综合报道 在饭店住到了40楼 一起床居然看到窗外有人 真的是惊吓度爆表 英国有一队情侣入住伦敦之名的 碎片大厦40楼的房间套房 早上起床透明的窗外 居然有人半裸着上身 跟他们挥手打招呼 情侣当时惊呆了百思不解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爬上来的 当光美气氛家 英国一队情侣浪漫近身 入住伦敦碎片大厦40层楼的 饭店套房 但早上起床 窗外竟有捕捉之客 透明窗外一名男子 奋力往上爬 挂在外头跟着的情侣 笑嘻嘻打招呼 问题是这里可是40楼 他怎么上来的 原来这名男子是个自由攀爬高手 一路赤脚爬上40层高楼 他登顶后还有心情半裸自拍 而被高空偷窥的当事人 当下虽然惊呆 事后受访倒还笑得出来 虽然人家不计较 但爬高高偷窥别人 还是立刻被伦敦警方 以非法闯入嫌疑逮捕 像这样住在高楼打开窗 吓得掉下巴的还有这场景 而洛斯友民众打开窗 对面六楼竟然有一个小婴儿 爬出窗户 宛如好奇宝宝探头往下看 消防队员急忙搬来云梯 宝宝一看吓得往屋内缩 幸好救援成功 大陆这两个小女孩 则是在24楼 玩着玩着翻出阳台 踩在玻璃窗台上超级危险 还有大妈打开窗 大概30层左右 有一个人在窗外趴着 赶快太吓人了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工人 在外墙打孔装空调 至少30层楼高度 把目击大妈吓得冷汗狂流 直呼这辛苦钱 真的是拿命来换 记者综合报道 红牛极限单车波道赛 在德国纽伦堡进行 惊险又刺激的赛事 700公尺长的赛道 就在城市街道肩蜿蜒 瑞典选手约翰森 是以出神入化的炫技 夺得了冠军 新闻最后就带你一起来看 感谢您收看聚焦新亚洲 我是林辰佑 祝福您有个美好愉快的夜晚 晚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